大家好,我是高凡堂高老师 首先感谢各位再来到我的课堂 那么这个小单元呢 我来继续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举另外一个设计模式 这个设计模式呢 其实大家都蛮熟悉的 叫做工厂模式 那这工厂模式呢 假设你没有看过工厂模式 但是我们了解的EIT造型 因为你了解EIT造型的基本的逻辑 以及它基本的结构 以及它的逻辑 它的代码 你都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你当然就可以很容易的 去了解这个FM模式 它的基本结构 跟它的基本逻辑 那这个FM模式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出发点就在于我们有 当我们有一个EIT的造型的时候 有一个EIT的造型的时候 T 那现在有一个有趣的议题就是水来扭它 水来扭这个T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似乎呢 可以再创造一个EIT的造型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要去创建的对象 我们有一个这个EIT 那我们到底水来创建这个T呢 因此我们再弄一个EIT EIT 由EIT 2 来创建这个原来这个EIT 1 的T 那如果这里是采用 EIT 的机制 的结构 那么这个T呢 它也会来 带动这个 1的一个创建 所以 透过EIT2 来创建EIT1的T 也就创建了EIT1的E 所以整个EIT1 就被创建起来了 所以 这个EIT1 我们就称为 Product EIT 这个就称为 Factory EIT 它的概念是这样来的 那这是 Gong of 4 在1995年 在书上 画的图 那就是 写的就是 有 你看它这边是 一个函数 那么 它去调用 这一个Fact method 调用它 那它就调用到它咯 它调用到它 然后 调用到它的时候呢 它就去 New Return New 出一个 它去New它 New完了之后 把这一个的指针 再把它回传回来 回传回来 OK 那 这一个的建构式会在 调用这个建构式 所以把这边的E 把它New起来 把这边T 把它New起来 那它的这一个 Naw of 4的 一个FM模式 所以 这边左边就是一个EIT 左边EIT 右边也是一个EIT 那么 当你了解了EIT 因为你知道EIT的代码的写法 原来EIT就只有一种造型 所以它的代码写法 那大家已经很清晰了 所以只要看到EIT 就可以知道 它是E 透过I 来调用T 这样的基本的机制 OK 那 剩下的就是 它 来调用它 就是这个 调用它 其实这边就一个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OK 那它 这一边EIT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的做法 OK 所以呢 有两个EIT 所构成的 那因为这个EIT 我们就很熟了 所以可以加速度 你对于FM的一个造型 或者是FM的模式 就很快就可以理解了 也就是说 当你了解原子的结构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了解 这个水分子的结构 因为水分子就是有H2O嘛 有两个氢原子 加上一个氧原子 构成的 好 那你了解的原子结构 当然就很容易了解 水分子的结构 同样的 当你了解的EIT造型的一个结构 跟它的逻辑 以及它的代码的写法 你当然就可以很容易了解 FM 这种设计模式 其实它的代码的写法 就很简单了 也就很简单了 因为内部就是EIT造型 也就是内部的代码的写法 就是EIT造型的一个代码的写法而已 所以你看 这就是由这一个I 这个I 对不对 来做一个调用 然后由它来令它 来创建 这是 它的 两个EIT之间的关系 所以 左边这个 叫做工厂 这个叫产品 也就是我们 之前 有介绍过的 其实 这个就等于厨房 然后 这边就等于CAKE 等于这个蛋糕 然后 厨房的用意 就是来 Cooking 这个蛋糕的 也就是工厂 就是来生产 这个产品的 所以 是属于 New 创建的动作 OK 那么我们现在 就来看Android的 范例啦 你已经会 EIT造型 把它组装成模式 那么 也就可以来做 创新 应用咯 在Android里头 到处都可以看到 这个 FactMessor 这样的一个模式 FM模式 例如 这个Activity跟Service 的抽象类别 都定义了 OnCreate的函数 它就是一个 典型的 这个FactMessor 的这种函数 我们来看看 这个图形 这里 像View 我们看过啦 这个View 有它的 这个I 的部分 那 这个Activity呢 也有OnCreate 这也是它的I 对不对 那么 我们要在 EY上 能够把图形 显示出来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New的动作 New出一个视窗 才能够把图画出来 所以 这里 隐隐隐隐隐 已经看得出来 这是 EIT 2 这是EIT 1 哦 所以 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啦 它的机制 通过这个EIT的I 走边的EIT的I 来实现IOC的调用 再来 这边再来New它 OK 再来New 这个 T 那么T 再来New 这个E 就完成了 这个创建的任务啦 OK 所以 这叫做工厂的EIT 这个叫做产品EIT 那 这就是Android里头 大家 天天都在用的 只是 过去呢 大家把重心 放在 这个T的部分 这个T 所以 就构成这边叫做APP 叫APP 那么 对于上面部分 大家比较不熟悉 所以呢 我在 这里 就透过EIT的方式 让你 上下 就是上面的框架部分 跟APP部分 两者一起看 而且 可以让你 从EIT的造型 到设计模式 能够去理解 一个整体观 这样子是 可以培养你 当一个架构师的一个思维 也能够培养 这个架构师呢 在 这个组合 创新的一个技能 跟它的思维 的一个新空间 那我们就来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刚刚的 这个是E 对不对 这是T 这是I 这是I 那这个EIT呢 我们就必须在 这一个EIT 你看 这是一个E 这是一个T 然后 这是一个I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EIT 但是在这个T的类里头 里头的 这是T的类 这在T的类里头 它去拥一个EIT 2的T 这是EIT 2的T 这一个 然后 这一个本身 是在 EIT 1 是 EIT 1 的T 所以就实现了 这样一个目标 在工厂EIT 1 的T 来拥 这一个产品 这个EIT 的T 所以这是在 一般的 App代码里头 都只看到T 而不是看到 整体的EIT 所以 在 架构师的培养上面 尤其是从开发者 要到设计师 那么 我们就必须 在从传统的代码当中 去领悟 虽然在传统代码 只看到T 但是在我们心中里头 要有完整的EIT 完整的EIT 1 那这边 是看到是EIT 2 的T 但是我们心中里头 要有完整的EIT 那这样子 才能够 这个培养出 好的组合 创新的 技能 那么在Android里头呢 刚刚这里 在Android里头呢 除了刚刚的例子之外 还有更多更多的 FM模式的应用 那在这个例子里头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大家在Android上面 只要 Activity 用到Service 跨进程的 一个机制 都一定会出现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过去呢 大家都只看到T的部分 大家代码上面只看到App 这个PT的部分 但是没有去看到 其实它是 这边是 EIT 这边是 EIT 然后 由 EIT 里头的 T 好了 来创建 T OK OK 那这就是 Service 在调用 OnStar 或者是OnMind 或者是 OnCreate的时候 它会去New 一个买卖的 New它 这个 那它会在调用 这一边的 建构式 构造式 所以就构成一个 这一个 由EIT 2 的 T2 来创建 EIT 1 里头的T1 也创建了 这个 EIT 1里头的 1 因此 实现了 这个 创建 一个EIT 的任务 所以 右边 EIT 2 就是叫做 工厂的 EIT 左边 这边叫做 产品 EIT 所以这是Android 里头 几乎每个 应用程序 都会用到的 基本结构 只是 大家以前的 只关心的是 代码 其实只关心的是 T1 跟T2的代码 却没有看到 整体观 OK 只看到树叶 没看到树干 那么 做一个 从开发者 到架构师 的一个路子 就是要从树叶 看到 整棵树 所以 从T 来 想到 EIT 就是从树叶 能够带领你 进入到树干 领会到树干 跟树叶 其实是一体的 那 逐渐的 你就可以成为 好的架构师 因为 你的心中有 整体观 OK 那我们就 在这个FM模式 跟EIT的 组合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待会我们再来举 另外一个设计模式 来例子 来让你 继续的 更深刻的 领悟 这个组合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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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